中華職棒三十一年球季開幕戰11號 要在桃園棒球場開打 因為防疫改成閉門戰 場邊沒觀眾冷清不少 不過因為是2020年全世界第一場的職業棒球賽事 仍吸引多國媒體超過百名記者大陣仗關注 我覺得台灣人的球隊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現在這就是現場的球隊 國外的部分已經有節目商來進行洽談 有結果會跟他報告 有確定的國家嗎 應該就是打棒球的國家 還有喜歡棒球的國家 還跟我們比較有交流的國家 你們想得到的都是這些國家 原本是樂天桃園隊迎戰中信兄弟隊 無奈天公不作美下棋大雨只得暫停比賽 不過喜愛棒球的觀眾 還是可以期待週日兩場比賽 在桃園棒球場 樂天桃園隊對上富邦恨將 以及台中洲際棒球場中信兄弟對上統一式的比賽 就覺得其實蠻可惜的啦 但是這也沒辦法 就是說因為天氣的一個不穩定嘛 那就是讓場地可能沒有辦法如期開打 那其實也會考量到選手的一個安全性 沒有球迷可以進場替我們加油 當然會有一點可惜 那這也是沒有辦法 但我說過這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全世界這樣的疫情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能夠有比賽可以打 是已經相當不容易 美國 日本 韓國職棒都因為中共肺炎開幕戰不斷延後 吳志揚也表示2月開始就接到各個聯盟的詢問開打情況 各聯盟也都交換防疫方法 同時也感謝政府的防疫政策 讓台灣有安全的棒球比賽環境 新唐人亞太電視 護士俠專頁接台灣 桃園報道